德國一間法律事務所二十號發表了 調查報告 指天主教前教宗本篤十六市 多年前擔任慕尼黑主教的時候 至少對四起神職人員性侵兒童案 知其而不作為 而教廷對於這份報告涉及的案件 表示羞愧和自責 德國慕尼黑一家律師事務所二十號公布 調查報告指出 天主教前教宗本篤十六市 在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二年間 擔任慕尼黑和佛萊欣兩教區大主教期間 至少對四起神職人員性侵兒童案 知情而不作為 報告指出 這個教區在一九四五到二零一九年間 至少有四百九十七名性侵受害者 受害者以年輕男性為主 許多性侵案很可能並未通報 現年高齡九一四歲的本篤十六市 在二零一三年退位後一直住在梵蒂岡 不過本週稍早他才對墨西哥天主教神職人權組織性侵案 強調自己毫不知情也駁斥這份最新報告的指控 並且完全拒絕負責 此教區現任主教出面道歉 但並未提到本篤十六市或自己在報告中的角色 教廷梵蒂岡發布聲明表示會對報告內容加以評估並檢視細節 也對涉及的案件表示羞愧和自責 但也沒有提到卸任教宗本篤十六市的名字 公視新聞政委任編譯